根据统计全台湾每八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罹患了偏头痛 为了提供更好的医疗照护服务 嘉宜的医间医疗院所结合了各项的科别成立头痛中心 透过药物还有中医的穴道按摩以及针灸 有效减缓患者的不适解决长期以来的头痛问题 会微光响哭然后会持育不振 一一列举症状证明妇人十年前开始有头痛问题 没想到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严重 在长期头痛的压力之下情绪也越来越低落 处处寻无解放 都是外面的诊所吃药打针 然后打得我的血管都下沉了 根据统计国人平均每八位就有一位有偏头痛 而且女性的发生几率是男性的三倍 为了提供有效的医疗服务 嘉宜一间医疗院所就成立了头痛中心 整合各个科别帮助患者对症下药 针对没有头痛药没中 对症下药才会 其实如果你没有经过专业的诊判 往往都是吃止痛药而已 民众往往都只吃止痛药来解决 长期下来也有可能危害健康 医师就建议出现症状要及早就医 配合药物以及中医 睡到按摩针灸都能够有效改善 摆脱脑人不适感 记者嘉宜中和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